同是新二代,黎姿女儿,朱英女儿,邱淑珍女儿,都没她的女儿漂亮。 观看数,230人当年的香港娱乐圈里的女神们,都已经生孩子了,像黎姿、朱英、邱淑珍,都是生了女儿。 比如像当年美丽的黎姿,虽然没有拿下影后大奖,但是她还是让大家深深地记住了她,金枝玉叶,朱光宝气,都是她的代表作品。 而吸引娱乐圈后,黎姿嫁给了一个富商,想要生儿子,却生下了三个女儿,一对双胞胎女儿8岁了,小女儿6岁了。 不过三个女儿长得都是更像爸爸,不得不说可惜了黎姿这么好的基因了。 还有当年360度都美美的朱英,当年的紫霞仙子,本以为和周星池会有美丽的未来,但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。 而缘分最后安排给了一个歌手黄冠中,两人之前还曾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。 现在朱英的女儿也已经6岁了,名字很美,叫黄英。 还有邱淑珍,到现在都有19年没有再拍戏了。 结婚后的她,生了三个女儿,名字分别是沈月、沈日和沈欣。 不过,这些女神们的女儿,却都没有模特琪琪的女儿那么漂亮。 琪琪是任达华的妻子,夫妻两人都很高, 而女儿也继承了爸爸妈妈的高基因,才13岁就已经有一米妻了。